把这个螺丝虾给处理一下 这个螺丝虾我们在泰国啊 马来西亚凡是东南的时候经常吃 在他们那边就是属于 基本上算是最便宜的虾了 缺点很明显就是一点鲜味都没有 但是优点也很明显 肉多 如果你只是像他们泰国那种 就是你去烤或者是去清蒸 基本上就是如同嚼辣 没有任何的味道 但是前辈很喜欢的他的一个做法就是 之前我们去长沙的时候 去吃过一家叫天宝兄弟的 他们那边做那个螺丝虾就很好吃 我先把这个叙叙给去掉 埋大还是挺大的 没有很便宜 人家20多块钱一斤 我们怎么要60多 那人家是不是小一点的 这个大 个头还可以啊 一般海虾很少有这么大个头的 除非是那种斑结虾的 主结虾 临时抱佛脚啊 也不用复刻的一模一样 差不多就是他有一个 他是把生姜给打碎 所以你本身不喜欢吃生姜 我就不打碎了 不打碎不打碎 你就放在里面 不就打一片 嗯 好吧 倒进去 零食爆佛脚 应该还有那个紫苏叶的 我们家里没有 紫苏叶跟那个 晴蛋黄 对 打碎就好 OK 慢一点 慢一点 油温不高 油温不高 你让他慢慢那个 哎呦呗 哎呀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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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不是更切吗赶紧放 动作慢动作慢 赶紧就这么几只 我怕他见到我了 有什么好怕的 我怕呀 我比较焦嫩一点 两面割煎个两分钟吧 稍微大一点 这虾确实大啊 对 一定要是做重口味的这种虾 才会好吃 之前我们在泰国吃这种虾 就活的那个里面 直接捞出来这样烤的吃啊 如果没有那个调料 真的吃不下 没有蘸料就是如同嚼辣 它那个蘸辣又是酸辣的那种 很泰式 在他们那里这种虾是不是就很便宜啊 反正几十块钱的自助餐 都有活的 还是蛮高 我这个虾是开锅背了 然后把那个虾线都给去掉了 这样油煎一下肉也不会散 变红了感觉一下子又人了 就有食欲了 拿成这个样子就行了 就起泡泡了就好了 我也是兴学心办了 但是这种菜都非常简单 油加这么多 就是做过一次 下次就是不用太多烈就会做了 剪干菜 把刚刚打出来的这些生姜啊 大蒜 小米辣 花椒 放进去 现在放进去 现在炒 炒融化了 做吗 做 看做美食 做明 字幕这么小 还没连弹幕打 这给谁看 这种 他就是怕你学会了吧 生怕我学会了 而且字幕它是纯白色的 看都看不起 有一点的意思 谁加多少呢 有点意思 可能是那个咖喱块的关系 一加立马就有食欲了 香气也出来了 当然加啤酒更好 家里没有 那我们加啤酒吧 游刃有鱼啊 游刃有鱼啊 现在我也可以同时做个两三个菜了 这个是中午吃剩下的那个汤啊 又加一点面结 加了一点油泡 再加一把青菜 10分钟 这个的话差不多也是10分钟 再给前辈加一根大喊生啊 现在可以补了 前辈已经几周 13周多了 可以补 太黑了 你不觉得吧 我跟你说 太黑了 天保现在也没有说这么黑啊 完成 就是稍微黑了一点 最后他硬要加那个 加多了 下次就知道了 拿一个小豆第一次做的这个虾 我以为它会很辛辣 其实没有哎 味道完全进去了 好吃 味道啥 味道完全进去了 好吃 我觉得那个咖喱加的真好 没有咖喱就没有那个味道哦 而且 咖喱的话它稠稠的 它就裹汁了 每个虾上面裹满汁 好吃好吃 你们行 是成功的 我再给你下点面条 你拌酱吃 可以 可以说手指的那种 哇 哇这个酱真的好好吃啊 那边想 这个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跟我一样很喜欢吃那个天保兄弟的这个螺丝虾的话 很多人肯定没有吃过那个 就是它特别有味 而且很简单 就把调料准备好就行了 一做一煮 就看上去好像很虎人的一道菜 感觉可以纳入就是说请人吃饭 在家里做饭啊 自己下厨做的一道菜 还有另外一道菜我们是土豆牛腩 喝个番茄牛腩汤 这虾也没想象中那么 老 你们想 哇这个拌面绝了我觉得 如果有紫苏叶的话可以放紫苏叶 但是紫苏叶的味道我也不是说特别喜欢 但是喜欢吃香菜的可以放香菜 你觉得呢 是 但我香菜也不喜欢 哇 如果不再拍视频的话我肯定在这酱里面再裹一下 这个是你的钻薯酱 你还裹面的 真的很好吃耶 肉质紧脂但是不是很老 特别是它每一盒裹满的酱汁 每缩一口它的咸度是正好的 别看我们放了辣椒啊大蒜啊 然后什么泡椒 然后放了咖喱 建议大家去试一试 哇这碗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面结 胡萝卜青菜 豆泡 然后冬笋 还有海参 你先拌一点 感觉煩煮了我 可以吗 口水 拌开一点 我先尝一口 赞赞赞 你不行 它不会很刺激 嗯 就是看着我们的调料好像很刺激 你可能很辣 没有真的没有 可能是这个咖喱综合掉了一点 对 咖喱味还是蛮浓的这个 对 如果你不喜欢吃咖喱味浓的 你咖喱少一点 其他的那个比例多一点 其实我最近韵翻又开始反反复复嘛 就在我吃饭之前我还是偷了一下 我现在整个胃口大开 好吃 非常好吃 吃错 很整的 大家真的可以试一下 前辈都这么说了是吧 而且调料都很好买 你说咖喱块超市都有 这种虾 菜市场超市都有 因为它不是海水虾 它是淡水虾 而且很多地方的虾很便宜 我们这里就贵 我们河马买的比较贵一点 你面还要吗 我面可能再要一口吧 我再吃点虾 会没胖 我怕你等一下不够 等下去里面全部煮光了 我可以再煮的 你尝 你尝 你还好生姜没够那么多 我就当时在担心这个问题 吃 怎么样 可以 想象不到 这是你做出来了 对 就是这个口味已经超越了我的厨艺 我没那么厉害 实际上 就感觉好像很复杂 嗯 关键它那个汤汁做出来 它是粘粘稠稠 它它能裹住这个虾 它能裹住这个面条 我觉得它就零辣 你辣 我这我怎么感觉不辣 辣 你尝一口虾 咖喱味完全进去了 进到沙漏里面 还挺饱满的 看这个汤汁裹满了这个虾 哎 嗯 太好做了 其实我们很少吃螺丝虾 对 我们还是吃海虾会比较多一点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买